當我們在說一個男生 有點婆婆媽媽的時候 有的時候並不是指 他的外型多麼的女性化 而是他可能就是 注意很多細節 是連女生都不注意的事情 不乾脆 然後呢 你如果有這種朋友在 就會發現他管的事情 真的多到 你沒有辦法想像的地步 那我們今天要研究呢就是 有一些明星他們的朋友們 也是明星 可是他的朋友明星 卻是一個這種 婆婆媽媽型的人 可是如果你看到我們棚裡面的明星 就會想說 他已經坐在這裡了 他朋友比他還要婆婆媽媽 他到底會是誰呢 他是瞪我們一眼嗎 他說你很MAN 可是我們否認說你很... 我們說你很兇 可是不是很MAN 我很MAN 他剛剛用潑辣形容 對 他也不是兇 是潑辣 你為什麼不用真實的聲音講話 我真實的聲音就是這樣 為什麼裡面那一位 已經不在乎別人說 他要裝很濃這件事 他已經被無數康熙的人說過 裝很濃了 我覺得他已經走出來了耶 就他人生已經是... 豁達了 對 在做自己 OK 我們歡迎他出手 我剛剛有髮那麼濃啊 他在亮片的... 他在亮片的頭 而且超不搭的 這... 這...你品味真的很奇怪 我剛剛有跟他說過了 這怎麼... 教主...這怎麼會搭呢 一點亮點吧 沒有 我今天穿太素了 我想說是不是要有個地方 可以凸顯一下 就用一個這個小禮袋 你跟你的妝不懂是吧 對啊 那我可以用手指抹過去嗎 S 他的妝是 你如果用手指在臉上刮一下 會有痕跡的那種嗎 我覺得手上應該會有一點粉 算了 不要講 像我覺得我家算是乾淨 可是他來...就是見過... 我家乾淨...我家乾淨好不好 他去你家的時候有幫你整理房間 對啊 就是我在可以看電視 然後說見過怎麼不見 我覺得你家根本就福得坑吧 哪有啊 真的是 什麼是乾淨 你沒到我家看 你們在打情罵俏嗎 不是 而且為什麼會去朋友家 幫人家整理家裡 可是你會看不慣啊 他家連坐的地方 都要把那個東西要移開 才能坐下去 你坐那邊很不舒服耶 通常女生會做這種事情 就是因為她很喜歡那個男生 不是啦 我是因為我有潔癖 所以我到他家看不慣 我就幫他弄一下 稍微弄一下 他有在他的床上打滾嗎 你有沒有躲在他的衣櫥裡面 等他打開就說驚喜 好嚇唬喔 好嚇唬喔 他是太奏願 這樣不會還一起泡澡吧 沒有啦 你們有看過兩個男生 一起逛IKEA嗎 我昨天才跟郭彥甫 一起逛IKEA 你講到兩個人一起跳到床上 去試那個桶子嗎 真的 因為我們試沙巴 他說他買一張沙巴 我們在那邊試 他說等會兒還要跟郭彥甫 去喝下午茶 這件事你有生氣吧 沒有 我剛剛才聽到 他說怎麼可能沒有我呢 對 他有點生氣是說 我昨天在那個微博 傳一張彥甫 放一張郭彥甫的照片 然後我們去喝茶 而且上面寫說帥喔 帥哥 對啊 你們倆應該有一集 講黃金獵犬吧 彥甫有養啦 我幫你釐清幾件事 就是第一個 臉書上應該要放他的照片 好嗎 好 第二個 下午茶 他是優先的 他say no 你才能夠去跟郭彥甫喝 好 第三個就是他幫你整理頭髮 你要好好接受 好 第四個他要跟你泡走 要是我他生氣的時候 他都用什麼姿勢罵人 就是這樣子 插腰 插腰 我不知道 他最常罵鮪魚吧 罵鮪魚 對 所以他就會插腰直的前方說 鮪魚怎麼樣是不是 或他會講死 就是生氣 就是他是個很卡通的人 會跺腳嗎 不要用卡通來轉移 你真的很佳耶 他會插腰 然後會不會跺腳 他就會這樣 吳俊彥 然後就笑他 他就開始這樣 這樣 我幫你剛才這一段播出來 給你看 你自己想想看 你前後矛盾到什麼地步 這是卡通啊 對啊 過來 這是卡通 哪一個卡通人物這樣子 沒有啊 他是女生啊 這個是我的聲音啊 那如果他的聲音是 你教他自己示範 我要聽妹的 插腰 跺腳 罵吳俊彥 我可以講不要跺腳了啦 我都已經30幾了 其實康永哥 因為我以前在做助理的時候 就認識Andy哥 幹嘛 你現在是要追他嗎 你這樣實現我怎麼辦 不是啦 我只是說我看過他罵人 他罵人真的很兇 好啦 那你呈現 你現在真實的罵人的狀態 我說 陸嘉儀你在幹嘛 這個...就是什麼... 沒有啊 他剛剛演的不是這樣啊 氣勢... 你平常罵人那個氣勢 你罵硬體單位那種氣勢啊 我也說老實花了那麼多錢 在你身上 你竟然跟我拿出這種表演 我不會用老實 老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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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回去都有記下來說 我今天有專的國性的胸膏 沒有啊 沒有記... 因為康熙我是忠實觀眾啊 因為你有規勸那個教堂 一定要收看自己上的那集是不是 有 他那集... 什麼表情啊 不是 他... 你要演... 有 有這麼誇張的 有 許建國有 剛才那個許建國說有的時候 你也會感覺到說這個有的表達方式 是跟你很不同的嗎 可以... 所以陸家如果今天主持節目不聽話 說穿了不該穿的衣服 Andy是不會把你叫到後來就說 你怎麼...就不會有這種的 對啊 就會說你穿什麼東西啊 這樣... 潑辣... 而且我會... 我會立...我會立刻停機 就是這一場... 就衣服不對的全部換掉 他剛剛有名嘴嗎 有 所以你的綽號是小辣椒 對不對 爸會說... Andy 你不要以為你帥 我比你更帥 沒有 沒有講過這種話 我們倆很少講話 那爸爸如果知道你夾睫毛 會氣死吧 我給他要睫毛砸還是... 因為爸爸應該不懂 後瀏海這件事 不懂啊 他不會在意那個什麼瀏海 那像妳今天穿這個 他會說說幹嘛 脫兩條布在外面 因為我要上通告嘛 因為他有時候在... 他的聲音開始變高亢了 我要上通告嗎 你露出馬腳了吧 我以為我是被壓都很難過 有一點... 他剛剛一整...嘴巴翹耶 我們唯一能夠維護他的方法 就是讓他上訪談節目 可是不訪談他 他如果他回答就會出現 對 陸佳他已經不是我們栽贓啊 他就是這樣啊 對 我承認他私底下就是 會有時候真的會有點撒嬌 甚至跟我也會 小米都可能還比他MAN一點吧 沒有 他私底下超柔弱 所以因為重新調節到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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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家的王子來上康熙 然後不是被我們逼到 要去跟葉富台老師一起做 腿打開的那個動作嗎 Andy說 也不過就是躺在那張把腿就對了 你演的是哪一齣啊 你... 我要這樣講一下 因為王子是非常ㄍㄧㄥ的人 是嗎 他是非常ㄍㄧㄥ的人 那你也沒有先跟我們講啊 我們就... 所以你說他不可能做這種事 絕對不可能啊 他就是...他就問我一直... 因為他就叫我準時要收看 他可能也有給他媽媽 爸爸什麼的 就大家...就是同學一起看 我以為他怎麼跟爸媽講啊 真的嗎 我今天... 我們兩個演的戲嘛 就是 他如果開完腿之後 回去看到你說 Andy哥 我今天開腿了 然後你就會... 他馬上就跟我講啦 你就會勤著眼淚說 你真勇敢的 不是這個戲嗎 我第一時間其實不是... 我們等一下自己請他們公司 喝咖啡 對 我想看一下他有什麼狀況 他在康熙把墨汁倒在自己頭上 對 那一集我真的很嚇到耶 你有難過嗎 我那時候在那個MSN上問他 他說他有上康熙 他就非常高興 他說那一集 他說他有突破性的演出 對 跟王子把腿打開 我就問他說你到底演什麼 他就說那一段演出啊 很難形容 很難用言語形容 你一定要自己去看 所以你那一段收視率是好的嗎 1.10 你個人那一段 對... 他健國跟我講的啦 Andy又有壓力了 他休息被墨汁 沒有 我比王子低一點... Andy 我覺得你要超過 焦糖的收視率 你今天一定要 好 等一下也把腿打開